新闻疫情冲击下各行各业才刚刚要复苏 但是诈骗分子的业绩却翻倍增长 5G AMER商业罪案调查局统计 单单今年首5个月就已经接到7000多宗的网络诈骗投报 损失超过2亿令吉 再加上最近还闹出一桩2250万名大马公民个人资料 疑似已经外泄甚至公开贩售的丑闻 在接下来的日子如果你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 甚至听起来就是要意图诈骗你的 一点都不要感到奇怪 所以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话 就要看完今天的热点情报站 掌握诈骗集团目前最火红的三大诈骗剧本 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提高警惕 别表辛苦赚来的钱 拜拜送上 剧本1 多角色转换和威逼恐吓 相信大家就算没遇到过 也听说过身边的人接到过各种各样声称来自内陆税收局 警察局 法庭银行等等的诈骗电话 无论是哪一个角色他们一定会先吓吓你 指控你洗黑钱身份被人盗刷 然后开公司欠债 不解决的话就会被冻结户口要逮捕你等等 所以只要你一紧张他们就会进入下一步 就是转接电话给上司或者其他单位提高故事的可信度 当你开始询问怎么办的时候 他们就会进入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求你提供户头的资料密码和TSC或者是OTP验证码 之后就会开始分批转走你的钱 这还算是比较传统的收法 最近更新颖的方式是根本不需要OTP验证码就能拿走你的钱 他们会要求你用手机下载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或者是APK文件 只要你同意授权应用程式读取你的信息SMS 骗子就可以篡改你的单日转账限度 直接转走你的钱 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话 警方也给出了几个防范做法 那第一呢 日后接到可疑电话 记得要直接灌断 第二 警方已经多次说明 他们不会透过电话或者WhatsApp交谈来调查案件 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假冒的 那第三 警方也提醒 思绪一旦被攻陷 就容易按照片子的剧本走 所以呢 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身边的朋友 伴侣或者家人 他们的意见 能够及时让你从骗局中抽身 诗本二 半老友装熟 薄同情 喂 很久不见 猜猜我是谁 这么久不见了 你这么可以忘记的 你是阿师对吗 那那那 接到这种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开口就装熟 拼命反问你怎么可以忘记他是谁 但是讲了半天就是说不出自己的名字 也说不出你的决名和电话 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他们会说 之前的手机不见了 换了号码 这是第二只手机了 声音不一样 就说刚好感冒等等 有怀疑 他们多数呢 都是骗子假扮的老朋友 那一般上这些躲在电话利益端手里 拿着诈骗剧本尽情表演的骗子呢 会尽情发挥他们的亲和力 然后谈话中就会带你绕花园 如果你脱口说出某个朋友的名字呢 骗子这时候呢 就会直接冒充对方的身份 之后呢就会露出他的真面目 假借各种的理由 然后开始半可怜求你帮忙 说自己不见钱包了 一时手紧啦 或者是自己犯了法 需要一些钱急救等等 开口呢就跟你借一笔小钱 有些甚至不会直接跟你要钱 可能是会要求你去买电话充值卡 然后把卡上的PIN码给他 由于这种私人交易 一般上呢都不会留下太多的记录 让你有机会追讨 打给你的电话多数呢 也会在你回播的时候 直接就转为空号 所以要避免上这种假朋友的当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求开视频通话 看看他的真面目是不是你以为的老朋友 如果对方拒绝的话 十字八九都是骗子 至本三网购兼职让你赚快钱 现在的诈骗集团也是紧贴实事 知道疫情让大家生活很苦 所以这透过Facebook Instagram 这类社交媒体和WhatsApp讯息 贴出各种跟网购相关的兼职工作 并承诺让你轻松赚取8%到12%的回酬 而且工作时间短任务简单 抓住大家想要赚快钱的心理 骗你掉入圈套 雪州警方早前就揭露 诈骗集团会要求你先付钱 在知名的网购平台 像是拉杂大厂购买指定产品 声称要帮商家提高销量 但是付款的时候却绕过网购平台 只是你把钱转到特定的银行账号 而他们高明的手法在于 头一两次会先让你尝到甜头 真实收到自己购物的费用和所承诺的回酬 之后第三第四次就会开始给你各种拖延款项的理由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连人都找不到了 要知道任何涉及要优先转账 或者付手续费要求提供身份资料 汇款户口是私人账号 或者是受指示下载不明手机应用程序的话 一律都要小心 99%都是诈骗手法之一 同样的有任何怀疑 记得要上到警方设立的SemaMail网站查询 被归类为问题账户的讯息 都会在网站中显示出来 总的来说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日新月异 你可能会觉得刚刚提到的剧情 听起来是多么的老掉牙的故事 怎么会有人上当勒 我只能说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 因为根据统计 60%的网络受害者 其实都是包括高学历的精英分子 或者白领人士 简单来说 发生在大马的诈骗案受害者 已经不分学历高低和处在哪个社会阶层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任何出现在网络的好康 接到任何可疑电话 都要怀抱一颗怀疑和警惕的心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受害者 也欢迎大家多多益善 转翻甚至视频 给身边的亲朋企友 共同阻断诈骗集团的财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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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